在墨尔本市中心有座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 美术馆成立于1861年 拥有7000多件艺术品 蓝色的城楼倒映在水中 成为一种别致的景色 最具有匠心的是大门 大门是用玻璃镜制成的瓶墙 清水不断沿玻璃镜倾泻而下 犹如形成一挂迷迷蒙蒙的瀑布 馆中收藏着来自澳大利亚 土著 亚洲 欧洲 及前哥伦比亚时代的世界级的艺术森品 堪称澳大利亚最大的美术馆 尤其是中国的艺术品 大部分都是来自侵犯中国时的八国联军里 英国人抢劫来的 后来经过大英博物馆 转往澳洲后留了下来 今天我们正好赶上北京清朝的艺术品 正在这里展览 在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 我感受到澳洲人非常重视教育 从小学生到大学生 一批一批地往这里带 学生们坐着这里免费提供的便携式椅子 细心听着管理员讲解 虽然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但是我站在他们身后 仿佛也融入了进去 身在异国他乡 听着标准式的英语 英文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病 不治不好受 在这个艺术中心里 馆藏全部都是曾记 里面有一件毕加索的名画 哭泣的女人 虽然每个画角都标注着英文 但我这个对艺术画作不是太懂的人 不清楚哪一件是他的名作 可是爆出它的价值足以令人扎舌 1.7亿澳元 可以说艺术品这个东西 都是有钱人 每年在世界各大拍面会上的文字游戏 美术馆是免费的 不能带大包 在前台可以免费寄存 相机可以带 就是进入后不要触摸展台和展品 每个展台都会由保安进行管理 上下三层 每层展品都不一样 环境很好 很安静 位于一层有一个纪念品超市 里面有很多设计师的产品在售卖 基本上都是日用品 比如购物袋 书包 文具等 也有很多关于艺术的书籍 在大门口路边有些小吃摊 一个华裔在门口卖热狗 还不错 我是财君 我陪你一起旅行在远方 我陪你中边有一档口卖热狗 不错 我陪你里面有一个线 你会打开 大门口卖热狗 老门口卖热狗